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洪陽起修飾的自我修養 那在這之前 因為在六祖壇經在我小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他的電影跟百話文了 所以在前面他的生平我就不會想要再做一次報告 那我比較注重於後期他跟弟子們就是有傳承啊 然後有教導心靈修煉的人生觀的指導 那所以我就對生旅的生活方式比較好奇 所以做這方面的PMT 那這是我的目錄 有關於他們的生活戒律 然後衣波是什麼 然後如何實踐之類的 那什麼是洪陽起嗎 就像我開頭說的洪陽起的修飾 在 就是 從上天降到以來 有10800年了 那麼在最古早的時候有清陽起 清陽起到在君下 天命在君王降下 那 那個時候 就只有君王可以修到 就是有天命在 那這邊帶過就好 而洪陽起就是到 然後 釋迦摩尼佛 他出生的時候 就是走齊步 天上地下為我的尊 那從那時候起 就是他有 還有帶著那個 裏世倫回來的 精華 然後在這一世成佛了 那從這個時候 就開始了洪陽起的時代 然後到在 天命在聖人跟尊者身上 也就是所謂的 僧侶 那僧侶一般的生活呢 就是 有很規律的作息時間 然後還會有用餐禮 例如一定要吃碗啊 食物鹽啊之類的 然後又要參加一些法會 那他們作息的規律的生活呢 就是早上三點要打板 然後叩鐘 上早課 然後五點就要拜佛 吃早餐 然後到七點就要背書 然後上戒律的課程 所以他們一整天其實看得出來是非常的 很規律 然後這個出坡呢 就是說 之前菜根盤有提到 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所以在最古早的出家人 他們都是自己耕作 然後自己吃 那些東西 就在不能話語的地方 他們都是自己勞作的 然後做菜 然後到五時 就是下午一點的時候 他們會誦經 然後上下午的課程 然後晚上會有關於佛法的辯論 就是例如 就是辯論晚會讓他們 對彼此對佛法的理解可以加深 也可以知道每個人不同的觀點 然後晚上上晚課 然後打打鼓 然後這個板呢 它就是晚上開始的安板 就是總結一整天的心得 然後要反省自己 然後晚上九點就睡覺了 特別的走 就跟三連戲場一樣的 那到佛家的戒律 他們有分居室的五條戒律 跟出家的十條戒律 那居室的話 就是這五個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忘語 不飲酒 那 殺生的話 就是佛家講究人鬼嘛 所以他們不會殺害任何有生命的眾生 所以他們來說 一切的眾生都是平等 那偷盜的話 就是不會用任何手段去拿取自己不應該有的東西 然後邪淫就是與正妻以外的人 也不是正妻正配 就是以外的人 可以做那種事情 那妄語的話 像說謊 翻弄是非 罵人 這些都算妄 喝酒的話 是因為戒律其實在五戒裡面 喝酒在戒律裡面 其實是 只要不過量就好 就是說 因為喝酒 它會讓你的腦神經麻痺掉 所以才會有這一條 不然的話 如果你喝不醉 還是可以喝 還是可以喝 那出家的十條戒律 就會比居室的還要更嚴重 更嚴格一些 就是像殺生 行淫 然後偷盜 這些妄語 這些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 放逸的果酒跟古酒 這些就是也不行 就是居室可以喝一點 那出家的話 可能就 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 那 這個 離非 實實 就是說 在很久以前 他們脫波的時候 過了中午之後 是不能吃飯 那 像是一些娛樂活動 就是會讓你心圓一碼的東西 就都不可以 會讓出家人 沉溺於享樂 所以就要遠離這些東西 那離妝眼也是不行 就是 說 一些 花館 香水 裝飾物 這些 就其實跟上面的一樣 就 為了讓你 不要 沉溺於外面的花花事件 下面這個 座臥高廣大床 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不要沉溺於凡事中的 身外植物 就是 要以 柬埔為主 這樣才可以 修到自己的心 因為 如果你沉溺於外在的話 你就 永遠沒辦法開始 你的心 就還在最外的 表層 就像 神秀大師說的 明敬愷 不好意思 好 那這是 僧侶們的一波 在那個時候啊 僧侶其實 只有最簡單的 這兩樣東西 就是 袈裟跟 波 那 袈裟就是他們 穿的衣服 那 波 在最古早的時候 是用來 承辦 就是 僧侶他 一整天 都在上課 然後 打坐 那 他們需要 吃飯的時候 就會去 化園 然後脫波 就是 化園就是 走在路上 如果有人 願意給你 一些吃的 或喝的 就是你 不能拒絕人家 然後 跟人家 結一個善緣之後 你就可以 度他 所以這是一個 他們 與城市間 連結的一個 器具 那 實踐的話 他們 平常會 坐禪 就是自己的 悟道 那 陀伯化園就是 與城市的結語 然後 度有人人 參加法會 這樣 那 我的心得總結 就是說 因為 上完六祖堂金之後 我覺得 六祖 特別的辛苦 那 因為 他明明已經悟到了 卻還要在末方待八九個月 然後 最後才能夠證明自己 出來之後 也是一路的艱險 我覺得 因為那個時代 風法好像是 比較 不被 就是 要被追殺的那種 但是現在 我們已經 那麼容易了 那 可能 其實不用出家 也可以休息 所以 我們應該 更珍惜 現在 這麼寶貴的時代 好 謝謝大家